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莫妮卡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方位的德语表达 好,先来看一下八个方位用德语是怎么表达的 首先是南和北 北,我们用德语说 Deal Norden Deal Norden 这是一个名词 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字母要大写 Deal是这个词的词性,是阳性的 Deal Norden 这是北 那南我们怎么说呢 Deal Süden Deal Süden 好,这是南和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东和西 西我们用德语说 Deal Westen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呢和英语词呢很像 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 这是一个名词首写怎么样大写 词外呢,大家注意词尾 A-N 一定不要忘了 Deal Westen Deal Westen 好,这是西 东 Deal Austin Deal Austin 这是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西北怎么说 英语中我们说西北的时候呢 是北在前 西在后 那德语的顺序呢和英语是一样的 北是Norden 西是Westen 那西北怎么说呢 Deal North Western 北在前 西在后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是Nord 去到了词位A-N Deal North Western 西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东南 东南在英语中 南在前 东在后 德语也是一样的 东 Deal Austin 南 Deal Westen 东南 Deal Westen 同样 Zuden 大家看 在东南的时候 词位去掉了 变成了 Zude Deal Westen 东南 南在前 东在后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德语怎么说 Deal North Austin 北在前 东在后 去到了词位A-N Deal North Austin 那西南呢 南在前 西在后 去到词位A-N 所以呢是 Deal West Westen Deal West Westen 西南 以上呢就是八个方位德语表达的名词形式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副词形式 北的名词形式是 Deal Norden 那它的副词形式呢 Nödlich 这里的O变成了 O 去掉了词位A-N 加上了Lich 因为Nödlich 是一个副词 所以呢我们的首字母要小写 Nödlich 好 Deal Süden 是南的名词形式 那副词形式呢 Züttlich 也是去掉了词位 加上了Lich 东 Deal Osten 副词形式呢 Oestlich 原因字母O变成了 O 去掉词位 加上Lich Oestlich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西 根据上面的规律 我们的首写字母要小写 去掉词位 加上Lich 所以呢 西的副词形式是 Westlich 好 Nordwesten 这是西北 那西北的副词 Nordwestlich 同样也是去掉了词位 A-N加上了Lich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的 Nord O 没有变成E 还是保持原形不变 Nordwestlich 只是在Westen后边 发生了变化 去掉了词位 加上了Lich 好 Nordosten 东北 副词形式 Nordöstlich O变成了E 去掉了词位 加上Lich Nordöstlich 东北的副词形式 好 Sudost Sudost 这是东南的名词形式 那副词形式呢 同样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推导 去掉词位 加上Lich 这里的O变成E 所以呢 Sudöst 东南 Sud G 最后一个 Sud West 西南 变成副词呢 Sud We Sud Lich 同样是去掉词位 A-N加上Lich 好 这就是我们八个方位的名词和副词形式 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些词用在句子中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如果我想说瑞士在德国的南部 我们看一下瑞士在这个地方 这是德国瑞士在德国的南部 这句话我们用德语怎么表达呢 Die Schweiz liegt südlich von Deutschland 我在之前的课中说过 瑞士Dieschweiz 这个D是不能少的 Dieschweiz liegt südlich von Deutschland 这就是瑞士位于德国南部的表达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来找一个德国的城市 慕尼黑 比如说慕尼黑在这 如果我们想说慕尼黑位于德国的南部 这句话怎么表达呢 München liegt im Süden von Deutschland 我们看到这两句话同样是位于德国的南部 但是它们的表达却不一样 上面呢我们用的是副词形式 下面呢我们用的是 下面呢我们用的是 它的副词形式 慕尼黑是德国的一个城市 是属于德国的 在德国的版图之内 那这种情况我们用 im Süden 好如果我想说丹麦在哪儿 这句话怎么表达呢 丹麦我们看到在这儿 丹麦在哪儿 我们说 Volikt Dänemark Volikt Dänemark 丹麦在哪儿 Ligen是位于的意思 那第三人称丹麦做主语的时候 后面的动词呢 Ligen要变成Ligt Volikt Dänemark 回答我们看到丹麦在德国的北部 那和瑞士一样 丹麦呢与德国是接壤的 是不在德国的版图之内的 那我们刚才学到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副词形式 所以呢 Dänemark liegt nötlich von Deutschland Nötlich是北的副词形式 Dänemark liegt nötlich von Deutschland 丹麦位于德国的北部 好 如果我想问 柏林 德国的一个城市 柏林位于哪儿 怎么说呢 Volikt Berlin Volikt Berlin 那我们看到 柏林在德国的东北部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如果是属于德国版图之内的 我们用名词形式 所以呢 回答是 Berlin liegt im Nordosten von Deutschland Nordosten 我们用的是名词形式 Berlin liegt im Nordosten von Deutschland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